来关心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访问非洲赖索托王国的行程 在驻南非代表陈忠和当地侨领的陪同之下 拜访了多间台商工厂和企业 也更深入了解台商在当地经营的情形 海华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松博 欢迎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 驻南非代表陈忠等一群人 到他在赖索托的工厂访试 吴松博在南部非洲打拼多年 并在赖索托经营平面纸板和纸箱工厂等 吴委员长仔细聆听吴松博介绍 了解整个生产过程后 随机前往吴董事长另外一个企业 迷上汽车总代理处和加油站参观 这次陪同委员长在赖索托行程的 还有乔务委员陈俊玉 乔务咨询委员严当林 和赖索托台商会长郑惠美 中午时刻陈俊玉也特别在赖索托太阳饭店 见请吴委员长表达诚挚的欢迎之意 用完餐后委员长来到全球第二大纺织厂 年新纺织厂 一行人在经理袁志荣引导下进入厂内 参观全球最大牛子库生产线 从纺杀陈品到陈衣一条龙生产 厂房也在会议室向委员长做简报 委员长仔细聆听并表示 如果有需要任何协助 欢迎和当地乔务秘书随时联系 接着转往陈俊玉的陈衣厂 由厂长介绍休闲服的生产过程 陈俊玉也说明相关的作业情形 结束后委员长赠送陈乔务委员纪念品 并合影留念 谭红文念是苏展庆 赖索托王国采访报道